嗨嗨晚安 謝謝家豪的我來頻道 家豪晚安 哈囉 中和喵喵晚安 已經吃飽了 我也吃飽了 我也吃飽了 而且今天晚餐吃了 披薩 好久沒吃披薩 披薩好吃 謝謝姐夫的LOVE 加蛋 加蛋 今天這麼冷的天氣 就是要加蛋啊 超級不敵人 加蛋 Yeah 披薩一定要加蛋 謝謝雞腿的LOVE 披薩有加蛋嗎 應該 應該 我覺得今天的披薩很奇怪 今天的披薩 它有加小黃瓜 我第一次吃到 披薩有加小黃瓜的 我覺得好奇怪 不是搖烤披薩 就是一般的那種 連鎖店 因為 最近 最近奶奶 爺爺奶奶 他們非常的想要吃披薩 對不對 所以今天就吃了披薩 披薩就是要人多才好吃啊 謝謝 謝謝松柚的LOVE 好好聽喔 我們再聽一次 只要放假蛋 我就會整個人很 很high欸 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我沒有辦法重播 等一下 這手機怎麼用欸 我沒辦法重播 可以了 謝謝牛肉丸的玫瑰 謝謝瘋狼的LOVE 這個背景不一樣 對對對 因為今天天氣非常的冷 所以 我移動到了一個 房間的另一個角落 我在慢慢介紹你們 我的房間 對 謝謝牛肉丸 好 謝謝正元 小弟弟 謝謝孝賢的香檳 謝謝 耶 玫瑰 謝謝孝賢的LOVE 今天要健身嗎 欸對 其實我今天在 傳說中的瑜伽店 在瑜伽店上面 直播 哈囉 還以為是儲藏子 欸對 是真的蠻骰的 其實這是我最常 運動 在家運動的地方 這是對 這是一個小角 這裡就是床了 已經是鏡頭了 然後這邊 右手邊是我的 衣櫃 就是這樣子 就是可以鋪下一張 瑜伽店的寬度 我都 就常常在這裡運動 哈囉 懷孕好久不見 要滾狼牙棒了嗎 而且我今天換了運動褲 應該是可以好好認真做運動 因為 星期一直播的時候 是在床上嘛 所以不看能夠做一些 太激烈的運動 所以 如果星期一 中午沒有跟到直播的人的話 我今天可以 一邊做運動 一邊 一邊直播 感覺好久不見 孝賢好久不見 孝賢應該沒有看到我做運動 因為星期一是中午直播 懷孕終於考完 是的 恭喜 現在不是大家還沒開學嗎 聽說很多的是25號才開學 好 我們來放一點 什麼音樂好呢 隨便點 聽個 達拉蹦巴好了 最近 最近被達拉蹦巴洗腦 天氣這麼冷就是要動一動 沒錯 太冷了 懷懷放七個月的假 喔 不是懷懷是懷孕 是不是有眼睛夜葬 七個月 真的假的 為什麼可以放那麼久 開學是什麼 開工 開工一樣 看來 章魚燒晚安 哈囉 終哲晚安 開學就是九月了 為什麼可以放那麼久 是因為畢業嗎 謝謝終哲的告白 慶求 今天達拉蹦巴放原版 原版的好聽 很洗腦 懷懷不在這 懷懷應該跑去看 看二騎生 哈囉野狼晚安 謝謝強大生叔叔的LOVE 因為是重考生 所以你放假七個月這段時間 還是要好好念書吧 就是不能 不是玩樂的時間 謝謝孝賢的真情告白 啊我忘記轉我的鏡頭了 這個才是正的 超正 哈囉佛山不要問晚安 咪叫晚安 哈囉又音 哈囉花莉鼠的佛人晚安 謝謝叮噹鼠的tice啾啾 還是會念書 對但是 念書之餘也是可以看看 Mina的直播 就是 要放鬆一下不然 壓力也很大耶 壓力三大 每天都在讀書 為什麼巴巴也進進出出的 是有卡嗎 是有卡嗎 今天很嘻哈 會嗎這種有嘻哈嗎 謝謝悠悠的好運牌 好謝謝咪咪 謝謝咪咪 剛剛卡一下 因為我現在有分享網路 我不知道 如果有卡的話 要跟我講 中午的話 比較不會卡 所以晚上的話 可能 如果會卡的話 要跟我講 謝謝Akira的啾啾你喔 今天超帥 有嗎 因為穿 因為太冷了 太冷了 借姊姊的帥氣外套來穿 太冷了 帽子是我自己的 黑色的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帥對不對 可是裡面是兔子 裡面是兔子 一點都不帥 裡面真的很冷耶 頭好痛 就是帥氣的外表 隱藏著一個 像兔子一般可愛的心 難怪覺得背景有點黑 是外套啊 因為今天太冷了 怎麼是這首歌 最近很喜歡 我建議一整天一直在聽這首 謝謝小風仔的好運牌 可是我還背不起來歌詞 太難了 早上去上班的時候 都根本想回家 可是爸爸去上班的話 就是 應該會變熱吧 就是如果在廚房工作的話 應該很容易流汗 都餐飲業 冬天的話 我覺得是最棒的耶 因為冬天在廚房 就是 很溫暖啊 謝謝熊熊的小樹苗 光光說昨天夢到咪娜 怎麼大家都夢到我 奶奶前幾天也夢到我 算是怪怪的夢 空空夢到我什麼 孝賢是煮湯的 專門煮湯了嗎 煮湯師傅喔 孝賢 煮湯師傅 哈囉懸陽晚安 王子哥哥 欸 是那個王子嗎 王子哥哥 www.com.hk 謝謝懸陽的樂福 孝賢是湯師傅 以前有一個 那是康師傅啊 孝賢是湯師傅 你怎麼這麼快 就知道 哈哈很難過 心都睡了一定 哈囉 劉達晚安 謝謝劉達的樂福 哈囉 艾斯 你看 艾斯又 後面變小會心了 你們這些人 你們這些人 變心真的是變得很快 哈囉 柏玉晚安 柏玉還是米粉冒險者 可以值得加訓 哈囉花生糖晚安 蘿莉郎最近好像都很忙 好多會心 怎麼怎麼都沒有看到米粉呢 看看而已 是嗎 是嗎 你們都改名字了 你們這些傢伙啊 蛤 這叫做什麼 這叫 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一見鍾情嗎 米娜就是屬於那種 跟 適合跟你們當好朋友 然後 但是你看很久都不會想要 想要追的那種女生 是不是 難怪我這麼少被告白 真的啊 就是那種 長得很親切的樣子 只是跟大家都是好朋友 可是 其實實際上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人要追的女孩子 其實這樣 我不知道 這樣算好還是不好 雖然談戀愛也是 蠻麻煩的一件事啊 但我 我也沒有想要跟你們談戀愛的意思啊 戀愛不如養隻貓 謝謝孝賢的韓思華樹啊 謝謝PLUS的健康玉手 謝謝孝賢的花花 你們告白米娜 有嗎 有嗎 在這邊告白無效 在這邊告白無效 也沒有說告白無效 只是 就是心意的 問題 就是我覺得用手寫的 或者是當面講會更有 更有 誠意 對我覺得會比較有誠意 奶奶今天有點煙酒傷 他想睡覺了吧 為什麼姐夫也改什麼獅子啊 哈囉文森 文森是爵士谷王子 文森原來你會打爵士谷喔 我第一次知道 這邊無效 也沒有說無效啦 但是我又不想鼓勵大家隨便亂告白 告白這種事情就是 就是 久了你就會疲乏 懂嗎 諧諧小姐呢 告白氣球 告白這種事情就是 就是很 要有驚喜感 你如果 啊 停電了等一下 告白這種事情 如果你每天講 那就 那就 沒有感覺啦 是不是 哎呦喂 等一下喔 狀況排出一下 停電 沒有啦 就是 那個 電腦可能有那個 待機 待機模式 過一下就要碰一下他 突然有紅光有嗎 剛才有紅光嗎 小昌別鬧了 對不起 就是拿到光 拿到光 鴨子座 欸 這樣都被你們看到 是因為我剛才起來的時候 對 其實 好啦我必須說鴨子座不是一個很好的坐姿 但是 這樣看得到嗎 這樣看 好像穿黑色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 我是真的壞習慣 喜歡鴨子座 習慣鴨子座 因為我 我真的 我覺得盤腿座很不舒服 因為 我要說 因為盤腿座的話 會 就是這個 腳踝 是這樣子會壓到 我覺得好痛 所以我 我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 鴨子座 對 但是男生的話 好像 不太能鴨子座 獅子座 對 米娜是獅子座 AB型 米娜是老鼠 但是喜歡鴨子座 謝謝小溪的love 金很軟 這跟金軟不軟沒有關係啊 女生本來就 比較容易 比男生容易做鴨子座 很派的獅子 我是溫 溫型的獅子 對 其實我比較 比較 比較不太那麼像獅子座 我比較像 比較偏貓咪一點 鴨子座感覺腳快沒知覺 但是跟日本人那個 跪座一樣啊 跪座 也是 跪一下下都OK 絕對OK 可是只要跪久的話 就會麻掉 一定的話 就算你做 你即使是盤腿座 做久也會麻吧 Mina要兇也是很兇 對啊 其實我有時候 好像也會蠻兇的 但是就是對一些 對一些很 很私裡的 很私裡的 我不知道算不算粉絲呢 就是有一些 有些人 比如說一進來直播間 就亂 眉頭眉尾的問一些問題 會讓我覺得很 就是很沒有禮貌 會讓我有一點生氣 所以我有時候會 就是對這樣子的人 我會直接生氣 對 但是會對其他粉絲會覺得 有點不好意思 但不是在兇你們啊 日本人跪座很容易O型腿 喔我已經O型腿了 對 應該是小時候的 走路姿勢不良 喔對 但我最近上網買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分 分子器 你們有聽過這個東西嗎 就聽說 帶那個 走路的話 就可以 改善O型腿 對 所以我就 我就 腦波很弱的 買了 因為我上網看 沒有看到什麼 人家說穿了之後 有沒有效果什麼的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就自己來 我自己來 實證看看它有沒有用 對 不過聽說穿那個超痛的 分子器 但你們不需要啦 因為我的話 我是比較注重自己的體態 所以我就會買這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怎麼覺得被騙人 但還好啊還好 我買的沒有很貴 有效嗎 不知道有沒有效 所以我現在 我還沒有收到貨 我是前天 前天才下訂單的 所以 應該過幾天就會收到了吧 我到時候再來實證看看 你們看Mina的腿有沒有變漂亮 就知道有沒有用 謝謝小溪的樂福 然後就花了冤枉錢 但我覺得還好啊 至少 目前我買的 後面那堆 健身器材 就是我的Gashi 我都覺得沒有買錯 我有O型腿嗎 有啊 看不出來嗎 我覺得蠻明顯的 其實我對自己的腿 蠻沒有自信的 謝謝熊熊的樂福 謝謝熊熊 想要看到Mina的腿 之間的迷你空 不會啊 我的IG 我的IG常常都 冬天很冷還穿短裙短褲 都露腿啦 不過拍到 我看不太出O型腿是真的 因為我會自己盡量去避免 避免 被大家看穿我的O型腿這件事 所以我都是 會這樣 這樣讚啊 還是怎麼樣 就是不要讓他看起來那麼明顯 哈囉聖文晚安 對啊但平常出席活動的話 我也會盡量就是 讓他不要 就是至少腳不要開開的站啊 因為腳開開的站 就會讓人家感覺 就是很明顯的O 我不說的話你們都不會發現 真的嗎 有啦一定還是有粉絲發現 新 新系的粉絲就發現了 謝謝小瘋仔好運牌 跳舞看不出來 因為跳舞跳太快了 因為換位子看不到 腳伸直做 腳伸直做 一邊拉筋一邊直播嗎 Mina對哪裡最有自信 哪裡最有自信 應該 鼻子吧 鼻子跟嘴巴吧 還有睫毛 睫毛很長 都是一些 鼻子嘴巴還行吧 今天新地方植物啊 這是房間的一個小角 對旁邊是我的衣櫃 我的衣櫃已經 我的衣櫃很爛 就是他只要拉開的時候 上面這層就會跟著一起開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這是我跟姊姊一起辛苦組裝的衣櫃 然後他現在就已經講了 拍拍去 那就將就著用 雙鼠 對臉很有自信 沒有 對臉沒有很有自信 我覺得我 我戴口罩比較好看 就代表我對自己的臉沒有自信 其實主要就是 這兩塊臉頰肉 如果臉可以瘦一點的話 就好了 我今天也要做房間伸展嗎 看看狀況吧 我每次直播都在做運動會 人家會想說 這直播在幹嘛 口罩會沒有臉頰肉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很喜歡臉頰肉啊 因為臉頰肉給人家很小朋友的感覺 你們已經習慣我的臉頰肉了嗎 館長型偶像 沒有 館長我會在直播的時候做運動嗎 Mina的臉頰肉很可愛 真的嗎 你們都有粉絲濾鏡啦 翹腳會脊椎側完 翹腳是什麼意思 你說二郎腿那種嗎 哈囉吉娃叔晚安 館長都在玩遊戲 可惜Mina不會玩遊戲 謝謝你們你們也太暖了 謝謝小瘋仔的好運牌 少坐地上還是坐椅子會比較好 我坐在瑜伽店可以嗎 哈囉阿虎晚安 鴨子座對體態不太好 但因為今天沒辦法 其實因為今天 就是有一些狀況不太能夠在客廳開直播 所以才搬到這個小角落 偶像也很少腳開台上 你確定很少嗎 我只有看過 好我不要說是誰 我不要說是誰 瑜伽店跟坐地上一樣的意思 那比較軟啊 而且今天那麼冷對不對 客廳是不是被奶奶弄軟了 也不是啊 因為我要直播的時候奶奶在 我原本直播的地方 所以我 我只好在這裡直播 謝謝阿東的小樹苗 巴巴你說對了 巴巴你說對了 對反正所以我就在房間 奶奶是不是穿泳衣 這種天氣穿泳衣也太可怕了 他今天一直叫很冷 他現在已經縮在棉被裡了 謝謝牛肉丸的Kiss啾啾 謝謝瑞的小樹苗 原來是這樣沒錯 所以我在這裡直播 沒事嘛 就偶爾換個地方直播 不覺得也蠻新鮮的 而且我自己覺得 我今天在瑜伽店上直播 我覺得這個角度 臉看起來比較瘦 還是我錯覺 你們有覺得嗎 就是 好像比較 比較那個叫什麼 比較男友視角嗎 就這個角度看起來 臉好像比較瘦 小野家好的告白氣球 想要看Mina去突襲 突襲什麼 不可以 這個地方還不錯 而且蠻溫暖的 因為就是 左右都有東西 超瘦 你說這個角度 是安慰我還是怎樣 要運動也隨時可以 對啊 很方便 而且那麼冷的天氣 就是要運動才比較熱啊 謝謝夏爾的真情道白 小角落比較溫暖 最喜歡小角落的 很溫暖 這個走道你可能塞不進去 沒有啦 就是一張瑜伽墊的大小啊 對啊 其實就這樣 就是你現在直播看到的這個 Size 加油剛剛運動完 好健康喔 這麼冷我都不想出門運動 在家運動最棒了 在角落取暖 一起取暖啊 謝謝阿爸分享直播 牆角哪裡溫度高啊 牆角 我覺得牆壁好冰喔 我們家這裡 真的有夠冷了 天寒地凍 謝謝小溪的LOVE 還有謝謝強大孫叔叔的LOVE 健身房 喔健身房是蠻溫暖的 健身房 開暖氣是不是 角落了90度 可是真的去牆角 我只感受到一股寒風啊 加個倉鼠 我想說如果太冷的話 就把他的內臟挖出來披在身上 牆壁也可以貼地墊 把地墊貼在牆上 你確定那不叫牆墊還是牆貼 謝謝小溪的看好你喔 內臟 對啊內內 轉內容物啊 好恐怖 我講錯話又封我的口 謝謝富瑋哥的口罩喔 謝謝加好的口罩喔 口罩好久喔 口罩好久 謝謝 謝謝楊鼠的健康運手喔 富瑋哥晚安 小倉做錯了什麼 沒有做錯啊 就是他太 太胖了 太胖了 幫他減肥 是不是 裡面清空就變瘦了 口罩的字是反的 欸為什麼啊 可是我現在這才是正的吧 你們看我這個 英文字是不是正的 是正了的話就是正的 我在講什麼 是嗎我現在是正的沒錯吧 口罩後面做了什麼怪表情 還不告訴你們 所以為什麼口罩反而是反的 所以一般主播都不會把這個轉正嗎 對啊好奇怪欸 為何 不懂 小倉可以隨時變身 變成大倉子 哇 哈囉好哥晚安 迷之口罩設計不良啦 什麼你的主管很誇獎我很正 喔 發發亂把手機給人家 咬你 為什麼要咬你 咬了就會變熱血嗎 哈囉啦晚安 拜拜 好冷喔我們來做運動 我們來做運動 我真的很喜歡做這個 但是這個其實要 這個其實應該要躺下來做的 但是主播好像不太能夠躺著 直播 好像不太能躺著直播 他其實是要躺著做的 身體躺平然後這樣做 不是因為很冷就很想要做運動啊 這個不能正面對鏡頭做 可是我這樣也躺不下來 叮叮組的主任也說我很可愛 你們都怎麼跟主任介紹啊 怎麼跟主管主任介紹偶像 運動完就暖活 對啊我現在還是好冷喔 今天穿黑的可以嗎 你以為要坐在椅子上坐 其實這個感覺也可以喔 辦公的時候坐在椅子上 然後坐這個 你同學看到你手機桌布 好好奇你們手機的桌布是什麼 是Mina的哪一張照片啊 我記得我只有給過你們 聖誕節那一系列的桌布 可是真的有 現在還有人在用嗎 現在已經春天了 還有人在用聖誕節的照片嗎 健身房的遮項都是做的 喔對啊是沒錯啦 但是也可以躺著做 對 健身房的我超愛做這個的 我每次去健身房 我第一個就會做 夾大腿那一側的這個 就是 當做暖身嗎 就是一開始不想要做太激烈 吃生田會梨花 臭羊熊 要給你們新的喔 新的的話 那還要找攝影師拍照 因為不然沒有那麼高清的照片 謝謝小風仔的應援吧 謝謝劍谷的楓葉 Mina坐在地板的照片 你說現在嗎 Mina怎麼很常坐在地板 被姊姊餵湯圓那樣 真的假的 綜合片她居然收那一張 那每天看那張照片 不是都覺得很想要戳臉頰 她是旗袍的 喔 上班偷看被發現順便介紹 喔原來是想要轉移目標 那真的推薦大家用Mina的照片當桌布 因為如果上班偷懶在玩手機 然後被長官看到的時候 就馬上 亮出桌布馬 馬上切回桌布 然後長官就會 咦 這是什麼 是人類嗎 怎麼長得像倉鼠 然後就一整個 轉移話題 就不會被罵 Mina教師姐 啊 水手服的 這是倉鼠 不要亂介紹好不好 松優現在還在用聖誕節照片 喔謝謝 很感動 我很喜歡聖誕節那一組照片 因為那是我很喜歡拍照的朋友 他幫忙拍的 而且他每次拍照的時候都很可愛 就是他 他是用單眼 好像是淚單眼在拍啦 然後 然後他是對拍照很有樂成的 就等於是 我們算是互惠嗎 因為他也在 他要找人 可以讓他拍人 他想要練習拍人 然後我也剛好需要一個攝影師 然後他就會幫我拍 然後他每次拍我的時候都會邊拍 啊好可愛喔 好你是站那邊 啊好可愛喔 好再拍照再拍照 啊好可愛喔 怎麼那麼可愛 他都會這樣 他每次拍照的時候都超激動 然後我就覺得很可愛 那個朋友超可愛的 攝影師 浩浩也是攝影師嗎 但我覺得這樣很棒 就是拍照 攝影本來就是要攝影者 有那個熱誠 而不是像有些人 但通常 會買這些器具的人 應該都是對攝影有興趣吧 這麼配合的攝影師 超可愛啊 超可愛的 我是小英 他是知識嗎 好像有一點這種感覺齁 巴巴電腦都不放我跟韓韓 你不是說畫質不好嗎 巴巴 但很多粉絲其實也都是很專業的耶 每次活動的時候就是 每個人手上拿的都很專業的攝影器材 哈囉東東晚安 Skyla晚安 器材很貴 所以 浩浩也有攝影器材 其實我之前也有想說想要買什麼類單眼那些 對 對 但是 我覺得一個是價錢蠻貴的 然後一個是帶在身上 其實還蠻不方便的 是以女生來說 你要扛那些器材在路上很重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 我想要找夜拍好的手機 因為很常晚上出去拍照的時候都覺得 就手機拍不好 可是女生又不想要出門 就是已經大包 女生出門不喜歡大包小包嘛 通常都拿小包包 那你還要多拿一個相機 就是很麻煩 所以就覺得 越簡編越好 就是用手機拍就好了 如果要專業的照片的話 我就會找我朋友這樣 對啊 而且很專業的攝影師 不是會有很多鏡頭 就是拍不同地方 就是換不同鏡頭 然後還有調焦距什麼 完全不懂 就是都要花時間去學習的 那我又不想讓我買了那麼貴的東西 結果自己完全不會用 就是浪費了這樣 就像我吉他也是啊 我一開始 也沒有買吉他 我一開始就是跟朋友借吉他 然後無聊的時候玩一玩這樣子 可是是真的玩到 玩出興趣了 我才決定 好那我要先買吉他 而且也不是直接就買很貴的吉他 就是買 就是買二手的便宜的吉他 就是練習 然後到我覺得 練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 嗯我覺得我還想繼續再彈 我才會去就是升級我的配備 所以我是 對啊我其實是不是真的蠻摳的 就是沒有辦法 就不太捨得花錢在自己身上 哈囉小一晚安 路上背吉他很帥 其實我會啊 其實我常常在路上看到 有背樂器的人 我都會就是會多留一集 也就會覺得 喔原來玩音樂的人 是長這種樣子 雖然我自己長得很不像 玩什麼音樂的人 就是 因為就很不帥啊 雖然也沒有說 一定要多帥啦 但是 感覺 背貝斯在身上的時候 就覺得 貝斯那麼大一把對不對 然後萬一我沒有表現得很帥的話 就很 就很替天下的貝斯手 覺得老氣 背鋼琴 一般那種嘛 那叫什麼 可以背在身上的 手 手 手風琴 手風琴就夠了 蠻酷的 手機也越來越多鏡頭 真的 現在手機都在比鏡頭多 多寡欸 你要把翔板當背包吊屍 可是還可以防狼欸 萬一有射狼來的時候 你就就 然後他就覺得 好吵 不要再吵了 手風琴很大 可是總比你 直接背 一架鋼琴好吧 鋼琴沒辦法飛啦 電子琴都很難 像以前我們樂團表演 Keyboard的時候 其實是 最 我覺得算是最辛苦的欸 因為有些場地 表演場地 他們可能沒有提供Keyboard 然後他就自己要 扛Keyboard過去 他Keyboard超長 超長一架的 然後就 然後我們就一起 我們一起搭公車 要去表演場地 然後就 就一上公車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看那個Keyboard 超大一架 我們背著琴 還比較正常一點 鼓的話是最好 鼓就帶一隻鼓棒 基本上現場 都會有鼓組 除非你要額外的東西 才會自己帶一下 什麼把 之類的 所以覺得Keyboard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蠻辛苦 可以假裝有打鼓 帶鼓棒出門 幹嘛要這樣子啊 可是其實 帶鼓棒出門 一般人不太會注意到啊 鼓棒那麼小 人家看到也不太知道 防狼要練鼠 我哪 嚇死人 身上有背樂器 射狼應該比較不敢靠近 真的嗎 真的嗎 是怕被樂器打 還是 謝謝鈴鐺鼠 謝謝鈴鐺 大家好 最近在學小提琴 真的 我也好想學小提琴喔 就很有氣質的感覺 哈囉 Ben晚安 樂器原來可以防身嗎 我不知道耶 難怪我很少被打散 原來是因為我常常被樂器在路上 謝謝小C的LOVE 之前想說打爵士鼓 但沒空也很花錢 這就是社會人的 為難之處啦 就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現在這個年紀 我現在23歲 我覺得我就是要 就是挑戰嘗試自己 不然等以後 真的 真的 真正的出社會 現在算是一半出社會嗎 就是如果真的到社會上的話 工作很繁忙 你就會覺得沒有時間 然後又會考慮 要不要 要賺錢 要存錢什麼 然後就會失去很多娛樂 我現在的話 我覺得很幸運 是我的興趣 就是我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我是很樂在其中 三角鐵可能比較有用 三角鐵防狼嗎 感覺就很弱耶 哈嘍田中 晚安 晚安 這被領音跟Mina講話很契合的感覺 為什麼 是 是因為 回不到過去嗎 是你說歌詞的內容很契合嗎 還是聲音 哈嘍志願晚安 有經歷過社會的現實面 就算出社會了 那我自己覺得 我到現在還算是半出社會 就是我有一些社會經驗 但是 因為我很幸運的是 我打工的環境 一直都是算很 很單純的 然後 就像現在 在TeamTP裡面 團員也都是 就是學生居多 大家也都蠻單純的 所以我覺得 我還沒有經歷到那種 社會的險惡 還在保護傘下 真的 88打工的環境不單純 88賣X老已經算是 算是小型社會了吧 我現在屬於完全出社會了嗎 真的嗎 可是我還沒有經歷到很多什麼 人間險惡 我常常覺得自己好危險 賭場算很單純的嘛 對耶 賭場的話 但是賭場的話 因為我 我那時候剛去 剛回澳門 我還不太會廣東話 所以我其實去的時候 是以一個 外地人的身份 外地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也 其實也不太會 就是我 我那時候覺得講廣東話很可怕 就是 我怕講出來會被笑 所以我都不太講話 所以就是 簡單的 吩咐好 然後我就回答 好這樣子 就不太會跟人家太多交談 所以 就是那種 出社會感還沒有那麼的 就比較沒有感覺到 費在家的不算 怎麼今天好多人開播 可能大家今天天氣都很冷 都不想要出門 都在家看直播 都在家開直播 出社會不一定要經歷很悲慘的事 那有人出社會到現在還沒有遇過很悲慘的事嗎 除了我自己之外 因為怎麼感覺社會就是會 就是會 所以出社會一定會經歷一點什麼 才叫出社會 不然 爸爸媽媽怎麼可能會一天到晚 就是說這種 齁 你小孩子不懂 社會嫌惡 就感覺 他們一定是經歷過了什麼 才會說這種話吧 你知道悲慘到什麼程度 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經歷到 所以我問你們啊 出社會就是會被同意到 所以爸爸感覺是經歷了什麼 變成現在的爸爸 怎樣尿悲慘我也不知道 但是 爸爸媽媽小時候最常掛在嘴邊一句話 就是說 你長大就會知道了 等你長大就會知道 可是我現在長大了嗎 我其實還是沒有很知道耶 你們剛有聽到我骨頭的聲音嗎 喊一聲 出社會 我覺得人際關係蠻重要的 但是說真的 我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很擅長 不能處理人際關係的人 但是只是因為我現在很幸運 所以才可以安然活到現在 不然我真的覺得我出社會 會被人家同死 我什麼時候有了我長大錯覺 我23歲了耶 不要把我當小朋友好嗎 我是大人 我是成年人 出社會背鍋習慣就好 好啊 不能接受喔 謝謝人低潮時真的處處都被傷害追蹤 名字好長 讓Mina來療癒你們的心吧 怎麼辦我現在放這首歌 是不是讓你覺得很悲傷 對不起 我們一個切歌 辛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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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結果切了一首更悲傷的 我看切到什麼歌 沒有切到 切到演員 演員應該還好 其實我剛才是不小心按到 要懂得調適心情 真的啊 就像每次奶奶回家就是看一些很廢的影片 我在想說他應該是上班壓力很大 看那些影片就是放鬆 我也很愛看很愛演的影片 因為看就是看他們的影片是真的可以讓我 十分鐘都在捧樹大笑的那種 真的很放鬆 對就是紓壓 演員符合社會寫實 其實我沒有很 我沒有很了解 因為我是隨機播的 我不太清楚他歌詞 深層的含義 跟現在看直播是一樣的道理 對啊 而且直播的好處是 你們可以自己塞梗給我 可是你們塞的梗 可能我都聽不太懂 因為我活在自己的世界 在第一個最愛的年紀新表演 切手香蕉歌 我現在已經有新歌就要加蛋了 不過你們要聽香蕉歌也是可以 所以米娜開播都準時報道謝謝 哈囉姨妹其實晚安 每天都被同事跟老闆雷 那爸爸還能 就是在同一個地方工作那麼久也很厲害 不要看到人都把自己的事講出來 可是 可是怎麼講 我覺得這是一種對人的信任啊 我就覺得 沒有什麼好隱瞞的啊 愛死到現在都覺得自己才17歲 所以你不喜歡23歲的米娜 是不是 你嫌我太老 好喔 原來是這樣 你哪比較會被騙 沒有我已經看完那個什麼 什麼 詐騙 詐騎犯的那部日劇 我現在已經變聰明 不會被騙了 七七處理人際關係很厲害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很厲害 可是我又 但是我又不 我不可能變成 我不可能成為 七七啊 因為 七七是七七 我是我 我覺得 每個人有不同 處理人際關係的方法 我不可能讓自己一夜之間就變成 那樣子的人 但是 就是覺得好的地方可以學習 我覺得 我有我的個性 我覺得我的個性 但我也不需要講了吧 我覺得你們都很 其實我覺得你們真的比我還了解我自己的個性 同事先下班落跑 還不把每天的日報文書做完 所以夏兒你一定要幫你同事做完嗎 你不幫我那做不行嗎 Mina應該要去錄早餐店節目 教客人無限夾蛋 那沒聽過那首歌的人就滿頭問號耶 而且他們早餐店的那個 不是很早之前就錄嗎 那時候應該還沒有夾蛋 這首歌出現 謝謝Ben的好運牌 嬌嬌嬌現在是在騙別人 不可以 你不可以因為自己被騙就騙別人 這樣是 那個 什麼淵淵相報何時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24歲都推了 好這是不推23歲啊 好啊 不這樣看 去去旁邊坐伏地挺身20下 人有人之間哪有心了 你看愛死果然經歷了什麼 好好自己是醫生還是 可是每天都被醫生雷 怎麼會這樣 只要看著臉頰肉就療癒 可是你們捏不到耶 現在是不是史上最多人開播 好可怕喔 謝謝你們願意留下來看Mina直播 我真的很感動 根本不能相信別人 我還沒有被捅過 等我被捅 等我被捅的話我可能 才會領悟 謝謝點點頭的愛的玫瑰 好好不是醫生是牙祭師 牙祭師 牙祭 牙祭師 爺子 我知道我台語很厲害 就厲害吧 是牙祭師 就是幫忙 每天有很多牙祭可以拎 牙祭師 那跟醫生有什麼不一樣 醫師也有師啊 牙祭師是幹嘛的 幫忙人家補鹽子的 補鹽子的 我是牙醫師 我不是 我的牙齒已經補好了 然後我問醫生說我 我磨牙的這個問題很嚴重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我在上網看到說 有那種套子可以套 就是防止磨牙的 然後醫生就說那個要 就是要硬模型定做 然後一個是4000塊 我聽到說 帽子都要掉了 4000塊 牙齒已經1萬2了 然後 然後因為磨牙一直磨 那個1萬2就一直掉下來 然後結果 要裝那個防磨牙的套子 又要4000 很貴 我想說好先 如果他再掉 就再說好不好 牙齒不會掉出來 不知道 因為前幾天才剛弄好 哎呀 哈哈是牙祭師 所以牙祭師是弄模型的 夜間咬河板 對啊 我好困擾喔 一隻磨牙 好討厭 我真的 我真的沒有辦法控制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一直磨牙 咬河板需要 咬河板 你們要喝椰子水 好冷喔現在 現在好冷 不想喝椰子水 我比較想要 喝 燒仙草 吃燒仙草 或是熱豆花之類的 其實我昨天有 我昨天去買了 買了熱豆花吃 太冷了 這種天氣就很喜歡吃這些 好冷是因為我的椰子笑話 哪有啊 雅祭啊 椰子 椰子它不是雅祭嗎 又燒仙草 不是啊前天是燒仙草 昨天是豆花 不一樣啊 而且我家不同料 昨天是豆花 而且我昨天買的那一家 豆花超好吃的耶 因為有些不好吃的豆花 吃起來就是 就是很不怎麼樣 可是我也不知道 怎麼形容那個豆花的口感 是很滑順的豆花 反正就是吃到好豆花 超滿足 謝謝陽鼠的人 Chika 豆花要加蛋嗎 加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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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買豆花呀 一定要加蛋 老闆傻眼 這是五星豆花 真的超好吃的 啊 又停電了 討厭 為什麼又不小心 卡哥 對啊 怎麼回事啊 亂跳歌 還是太亮了 等一下 還是因為今天穿黑色很容易過曝啊 謝謝佳豪的口罩 我有講錯話嗎 還是我做錯事了 呵呵呵 Mina可能要自己帶蛋去夾 南部豆花跟中部豆花口感有差 所以那你們覺得北中南的豆花 哪一邊比較好吃 嘿各位晚安 謝謝靜的玫瑰 今天Mina有地方睡嗎 其實我有時候睡在瑜伽墊上 有時候睡在瑜伽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了 因為有一次奶奶她先睡著 然後她一個人大自行的 然後把整個床都霸占住了 然後還把我棉被捲走 然後我就 我就沒有地方睡覺 然後 因為我那天比較晚到家吧 然後 然後我就自己捲著 在瑜伽墊 跑去客廳鋪好 然後 再自己拿小棉被這樣睡 然後好像 用小蒼當枕頭吧 就是超可憐 但是夏天還好 就是 如果冬天這樣我真的會冷死 夏天就還好 這時候奶奶 所以地板不會冷 就是夏天 夏天可以 把奶奶搖醒 她會罵人 她又起床氣欸 如果她睡覺 我把她搖醒她會生氣 不要把台南人支持台南鬥華 謝謝家豪的Kiss Juju 用小蒼捶她 我真的會被打啦 我不敢 謝謝叮噹和Kiss Juju 把奶奶搖醒 你跟她說地震 那我第二天就完蛋了 如果是你會把棉被抽走 你不知道她有多難搞嗎 就是我有試著要抽 可是她會抓更緊欸 我不知道她是怎樣 就是 在夢裡是在拔河嗎 謝謝牛肉丸的玫瑰 謝謝Akia的真情告白 用假蟑螂嚇奶奶 她在睡夢中怎麼可能被嚇到啊 根本就不想再理我啊 抱著她 怎麼抱啊 越臭抓越緊 對啊很討厭 只有一個被子 不是啊明明只有兩個被子 可是她睡覺硬要把我的也搶去啊 可以體會我的感受 小明也有雙胞胎哥哥可能也有這種困擾 真的有兄弟姐妹可能多少難免會這樣 沒試過不知道 不要試比較好 不要常試比較好 謝謝Akia的真情告白 但有些人就是有起床氣啊 今天主題是鬥花嗎 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們就隨便聊聊啊 奶奶會打呼嗎 她有時候很累的時候會 但是我很少聽到她打呼啦 因為我睡覺是 睡很熟的那一種 所以她打呼我應該也聽不到 只是有時候我比較晚睡的話 不是 其實不是我比較晚睡 是她比較早睡 她有時候會 可能回到家9點10點 她就 就還沒洗澡 她就躺在床上就睡死了 然後她可能會睡到 凌晨一兩點然後驚醒 然後跑去洗澡 或是第二天早上再洗 她有時候會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聽到 她可能今天很累打呼了這樣 那我就不會去吵她這樣 謝謝叮噹蛇 Kiss Juju 可是我打呼的話 奶奶她是說她很常聽到 打呼 我不知道打呼跟摩牙哪個比較長 還是差不多頻率 就是 奶奶常常說我睡覺有打呼跟摩牙 加說夢話 就是 對睡覺習慣真的很差 我真的 對我對不起大家 我像社會大眾道歉 我不應該 身為一個偶像 晚上一直 摩牙還有打呼 說夢話干擾別人睡覺 而且奶奶容易被我吵醒啊 然後她說她有時候 我一直打呼她就很生氣 然後她就醒來 然後就過來把我鼻子捏住 然後我就會 然後她就很開心 摩牙到底多大聲 我不知道 我自己真的沒聽過 我不知道摩牙是怎樣 因為你現在叫我摩牙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摩 所以我就 我自己也很納悶 我為什麼睡覺的時候會摩牙 我平常都 平常我就沒有摩牙過啊 睡覺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摩牙是怎麼摩的 可是奶奶說很吵 尻尻尻的聲音 我就聽到我不舒服 我該不會像那種 刮黑板的聲音 啾 下次手機開錄音型 來聽聽看就知道了 但我 嗯 好吧 因為我睡覺手機都會關機 所以 所以不太 不太知道 而且我睡覺睡那麼久啊 怎麼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有打呼啊 打呼是睡著的知識問題 是嗎 可是像 我覺得會不會是遺傳 因為我爸爸是 每一天都會打呼 而且是很大聲的那種 哈囉 吼尾呼呼 好久不見 對今天在我房間的一個 最常運動的小角落 摩牙聲是像刮黑板 沒錯 我超討厭刮黑板的聲音耶 結果我自己每天都在製造 感覺我的壓力很大 我覺得不一定啦 因為我上網看摩牙有很多原因 有些人是因為壓力 有些人是潛意識就是會這樣 就是天生的 就算沒有壓力也會摩牙 我覺得我是蠻沒有壓力的啊 不知道為什麼會一直摩牙 而且我摩牙是從以前就有這個習慣 哈囉咪咪晚安 謝謝家好 Kiss Juju Erik也會摩牙 很怕牙齒壞掉 醫生跟我說 醫生跟我說 磨牙的話就是 因為人的牙齒就是會有那種實用黏線 所以我現在一直磨牙的話 就會 就會牙齒會越來越短嘛 那到我老的時候就會很難 咀嚼咬東西 因為就是用的比別人快 所以我聽到的時候覺得好擔心喔 怎麼辦 不要再摩牙了好不好 品寒人太好了啦 他居然說我摩牙很可愛 謝謝追蹤 倉鼠摩牙是天性 對啊你看倉鼠也沒有什麼壓力吧 倉鼠每天那麼開心 吃吃虧瓜子跑跑鬼輪 就是 那麼開心 可是還是會一直摩牙 所以他們摩牙絕對不是因為壓力啊 我的牙齒可是要用一百年 對啊 我真的想活一百歲 怕老了沒牙 怕我老了就吃不了東西 不過也還好我喜歡吃的東西都算蠻 蠻軟的 其實很喜歡吃 豆花 豆花 還有什麼 會吃粥那一類的 我都還蠻能接受的 所以為什麼難怪老人家就是要 每天吃什麼稀飯 然後東西要煮軟一點 因為牙齒已經用那麼久了 豆花真的很好吃 超喜歡吃豆花的 布丁豆花都蠻喜歡的 可是因為布丁太甜了 就是現在會有點怕胖 都吃軟的也不行 對啊所以等老了的時候吧 等老了我是真的咬不了硬的東西 在吃軟 倒灰 倒灰好家 剛剛在看倉鼠吃蟲 嚇死我了 看到倉鼠吃蟲我就想說我什麼時候吃過蟲 布丁豆花聽起來蠻好吃 欸只是因為你喜歡布丁吧 那以後叫我豆花 欸但不行有前輩 有前輩是豆花了 那我叫果凍 我也蠻喜歡吃果凍的 這種蒟蒻果凍QQ的 米娜豆花都選什麼料 盡量都選原物料 紅豆綠豆 蓮子 很喜歡蓮子跟藝人 就是親熱解毒 誰是豆花 菜黃如前輩啊 以前不是 以前他剛出道的時候不就是因為在賣豆花 所以才被大家稱豆花妹嗎 好養生的配料 喔對芋頭也蠻好吃的 翻唱什麼 沒有我們沒有翻唱啊 藝人很棒啊美白 芭芭在麥當勞也要在麥當勞妹嗎 怎麼有點長啊 但我記得以前網路有瘋傳一張 麥當勞打工的正妹的照片 照片嗎好像是一段影片 就是他把頭髮綁 就是扎馬尾的那個畫面 然後超多人看了都覺得 啊好正人化了 是麥當勞嗎 好像是耶 你們知道嗎 就是要被稱什麼妹的話 你要在網路上有一波關注才是 喔熊熊知道喔 有在關注正妹的新聞 我真的是 看到什麼新聞有正妹就會點下去看 是不是 五尾湖今天考過機車駕照了 喔恭喜你 以後可以開車了 喔不是啦 考過機車駕照 以後可以上路了 不是開車 以後可以上路了 可以騎 騎機車來看我們的表演 什麼東西特地去台北 阿維晚安 機車只能騎機車 我講錯了啦 騎機車 考機車可以開車 我講錯了 騎車 然後可以再 可以再沒有車的朋友一起 米粉要互助嘛 可是你們要自己戴安全帽 謝謝家豪的口罩 米娜剛剛又講錯話 現在在太空晚安 拿機車駕照去開車是三保 好可怕 烏爾湖要從南部騎到台北 喔對 烏爾湖住南部 那還是算了 隊長有考過機車嗎 一直在開車 不一定啊 有些人是 有些人有考過開車的 可是 不會騎機車欸 我忘記是誰了 但我有聽說過這樣 謝謝流程的好運攤 太空晚安 直接環島一圈 你說騎機車環島嗎 騎機車環島 感覺好熱血喔 不過感覺油錢會噴很多 有汽車駕照不怎麼開車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啊 就是有 就算有駕照平常也 怎麼這樣 有要找停車位也是很麻煩 有駕照沒車 車子太貴了 隊長開的那種車不需要駕照 不需要嗎 沒有車開 可是如果出去玩 那種要租車的話就可以 駕照就能派上用場 哈囉小溪晚安 其實換到反而比較省錢嗎 那油錢不是很兇嗎 滴滴車需要駕照嗎 當然要啊 我也是有駕照的 記得奇奇好像會開 我好像有聽說過 奇奇好像是不是奇奇 奇奇會開 他有 考過駕照 但是他不會騎摩托車 就是他好像會開車 不會騎摩托車 很奇怪吧 謝謝太空的樂福 家人偶爾當司機在家 家人 家人蠻不錯的啊 也可以一起順便去玩 奇奇會開車 但是他不會騎機車跟腳踏車 好奇怪喔 我都覺得 我自己覺得應該要先從腳踏車 然後再機車 最後再開車 就是感覺是一個 循序漸進 level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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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感覺 可是奇奇是會開車 結果反而是機車跟腳踏車不會 就是覺得嗯 好奇怪 謝謝小溪的樂福 沒有關係喔 那為什麼人家都說滿18歲 可以先去學摩托車 不會說 喔滿18歲去考個 就是考 考 小客車什麼的 比較少聽到這樣 越級答怪的感覺 對啊 先會騎機車才會騎腳踏車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是錢的問題 原來如此 突破盲點 因為四輪的不用平衡感 可是四輪的要 要會算那個 什麼 就是 空間嗎 空間概念 就比如說你停車的時候 你要看那個後照 鏡然後 然後完美的停進去 我覺得這超難的耶 倒車什麼的 家裡有車才會要小孩去學開車 不知道耶 但我都不會 早期是18歲考機車駕照 20歲考汽車駕照 那現在是都一樣18歲 是不是 新車要七八十萬 這麼貴喔 可是舊車如果維修費加一加 也不便宜 哈囉 將軍晚安 直接去考汽車駕照 但是我也考慮買不起車子啊 那麼貴 而且如果要先買車子 我還比較想換房子 因為住的話 每天都要住的地方 當然希望舒服一點 可是 車子的話 其實現在不是都鼓勵大家 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嗎 所以我倒覺得 其實汽車沒有那麼必要 而且我覺得騎腳踏車蠻好的啊 我是蠻喜歡騎腳踏車的 很健康 環保耶 方便 省錢 好出太多了 又停電了 好像每幾分鐘就會停一次 謝謝姐夫的告白氣球 謝謝小C的LOVE 我現在在房間直播 台北停車也是一個問題 對阿 找停車費也很困難 還要收停車費 有時候會卡 恩 應該是因為今天有開分享的關係 謝謝叮噹鼓 我現在在房間直播 對阿 是我的床在這 這是我的衣櫃 然後這是瑜伽店 常常在這裡做運動 台北停車位比較重要 買車也很難了 找停車位更難 機場好冷 家豪為什麼 家豪在機場上班嗎 Mina跟椅子合為一體了 什麼椅子 我沒有坐椅子啦 我今天沒有坐椅子 我今天坐在地板 我今天坐在地板 沒有椅子 買車要貨幣參加 一定的阿 現在買任何東西都要 錢很難賺 修飛機 修飛機 修精師喔 好厲害的感覺 地板很冷 你們怎麼不關心 Mina冷不冷 說地板很冷 我好難過 沒有啦 有鋪瑜伽店還好 謝謝中和喵喵的愛的玫瑰 整個黑暗一國 是因為今天很冷 所以穿後外套 謝謝Akira的新之褐 又戴帽子 又戴皇冠的 請問地板冷嗎 都被我作熱了啦 謝謝道明的應用口罩 地板因Mina很溫暖 Mina的屁屁已經很冰了 都被地板吸走了 奶奶還是一樣穿泳衣嗎 我現在看不見奶奶的頭 她整個人沾棉被裡吧 我投出來了 投出來要換氣一下 在水裡太久要換氣一下 謝謝Eric的口罩 謝謝牛肉丸的玫瑰 終於又有新之褐了 真的謝謝秀賢 小公主Mina 謝謝小溪的看好你唷 Mina是會因為你們而溫暖嗎 對啊 還好有米粉 冬天就是要喝米粉湯 還有豆花 到底有多愛豆花 哈囉 鋼鐵韓粉 謝謝STAR的應用口罩 我來簽到 卡一波開始卡了 10點開始卡了 謝謝阿兜的我來簽到 7月28日生的 官網也有資料 可以去上面看 身高體重都有 欸體重有嗎 謝謝志偉哥新之褐 謝謝阿兜的好運牌 現在開始小卡了 怎麼辦 只能手氣播音樂 謝謝阿兜的好運牌 爸爸很怕露營會掛掉 為什麼 為什麼露營會掛掉 體重沒有 笑死 欸見毒蛙好久不見 謝謝綜合喵喵的我來簽到 忘了有沒有體重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體重 但一般不是都不會公布女明星的體重嗎 很難 網路均快不行了 嗯 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辦 謝謝牛肉丸 一用口罩 其實好 如果把網路關掉 應該就可以 哈囉熊妹 熊妹 晚安 熊妹來解救我了 熊妹來解救我了 看會不會卡 爸爸也不知道為什麼露營會掛 公布了也不會是真的 不知道欸 可是我 我的體重 我覺得官方都公布的蠻真實的啊 沒有在亂騙的 欸謝謝熊妹送我口罩 好多口罩 謝謝熊妹 熊妹來送口罩 我也需要 我也需要口罩 謝謝熊妹 謝謝羊鼠的小素苗 然後 斯里亞的身高有灌水 我覺得她可能覺得 灌到一個比較標準 比如說155是一個大家普遍覺得 比較正常 中等的 適中的一個 身高吧 可是 我的話可能算是蠻標準的 所以就沒有什麼 就沒有什麼變動 因為我是157沒有錯 不多不少 多多戴口罩 蝦也小妹 可以戴一個月的30個 斯亞152 對啊斯亞是152沒錯啊 官方不是選152嗎 Mina五歲年齡灌水 沒有 身份是要拿給你們看嗎 邊看 不是邊看晚餐 邊吃晚餐邊看我直播 啊都今天怎麼那麼晚吃 現在前來只收我口罩 Mina其實可以158的 不知道欸 搞不好最近有長稿 拉筋不是說會幫助長稿嗎 搞不好有長 只是我沒量 謝謝牛肉丸的應用口 要來看Mina的大頭貼了嗎 現在這年頭是有流行看那個嗎 健保卡 還是身份證的大頭貼 但你們看過我健保卡的照片啦 我之前剛拍好的時候 不是給你們看過 結果你們都說 你們都說好圓 氣死我了 不給你們看了 謝謝茄子的愛的玫瑰 對啊你們都看過了 不好玩 健保卡之爛 難道是我開始的 起床的時候量會比較高 我也有聽說 早上量會比較高 身份證平凡一下 不行我身份證更久 你們可能認不出來是我 謝謝夏爾的新資冠 因為我 我的身份證是那個 是 就是 測分 測分 測分的時候 那時候 不是現在這種 眉眉頭 因為我以前一直都是測分的 就是 上大學啦 上大學的時候才撿的 這個流行 水腫可以長高 沒有 是真的啦 聽說早上起床 的時候量會最高 然後如果你早上起來 有在拉拉筋什麼的話 更有 就是好像會更高 有沒有小學的學生證 之類的 小學有學生證嗎 好像沒有耶 大學才有學生證 想要看小學生Mina 小學生Mina 我想想哪裡會有我的照片 啊在澳門有很多 可是我在澳門的時候沒有直播 謝謝巴巴的看好你喔 有圖書證 但圖書證上面沒有照片啊 奶奶的手機有 你又知道了 好像你看過 想看小白 欸我的畢業紀念冊 是不是在澳門啊 還是在台灣 我要找找看 我要找找看 我記得台灣家應該也有一些照片 護照 護照照片跟身份證 好像是同一張 國中就有學生證了嗎 我們好像沒有耶 現在太多人開始直播了是不是 開始卡了 早上體重也比較輕 對啊 因為早上 東西都消化了 如果晚上涼的話 都吃了一整天的東西 當然會很重 躺一個晚上脊椎放鬆拉長 躺一個晚上脊椎放鬆拉長 到底誰說是水腫啦 謝謝巴巴的看好你喔 去外太空也會長高 真的嗎 我知道去外太空也會變輕 根本是測不到體重好不好 謝謝阿兜的我來全島 為什麼巴巴不敢翻國小的必測啊 可是我覺得國小都蠻可愛的 國中比較可怕 國中在這屁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奇怪的拍照角度 這種 然後覺得很絕嘴 想要看Mina小時候的照片 大家找一下 但我現在這邊沒有 我現在這邊只有健身器材 還有滾臉器 你們好像很久沒看到滾臉器 這天氣滾臉好冷喔 它好冰喔 不想用它 哈囉台中太陽明晚安 國小國中很可怕 為什麼阿 中二時期 對啊我也有中二時期 國中照片是黑歷史 我自己覺得還好耶 但是國小會再可愛一點 放過臉頰 滾了也不會變瘦好嗎 茄子最愛滾臉器 為什麼茄子喜歡這個 茄子最愛滾臉器 小時候照片都是黑歷史 不會阿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蠻可愛 蠻好笑的 現在要我把一樣的pose 跟表情我還做不出來 就覺得小時候真的臉皮好厚喔 哈嘍 哈嘍勇哥 沒有啦 我們這邊沒有很多人啦 今天那麼多人開直播 今天那麼多人 開直播 我這邊人沒有很多 謝謝石川 喜歡Kiss啾啾 謝謝牛肉圓 姓櫻桃 想要看Mina小時候 那等我找一找 找到再跟你們說 下一次直播是星期五 星期五 沒有 這星期五沒直播耶 下一次直播是 是什麼時候阿 這禮拜還有直播嗎 謝謝浪浪的財運運手 下次直播是星期六 喔 星期六九點 晚上九點 好喔 謝謝月蘭的幸運 幸運事業潮 月蘭晚安 臭滴滴被Mina看到 喔勇哥我以為你很專情喔 結果你自己說你是臭滴滴 謝謝月蘭的幸運潮 好啦我會找一下我 台灣還有沒有 國小或國中的什麼 畢業紀念冊之類的 如果有找到的話 再跟你們分享 謝謝牛肉圓還有阿東 但是如果很黑歷史的話 我就不給你們看囉 給你們看封面就好 謝謝月蘭的Kiss Juju 謝謝Forever的小樹苗 這禮拜的直播時段 不一樣 你說跟之前不太一樣對不對 因為我 我之前通常就是固定 一三五晚上九點 沒有啦通常星期三是下午 因為星期三沒有垃圾車 不然每次直播播到裡 沒有垃圾車聲音 我就覺得好煩 很破壞情緒 謝謝月蘭的香花 還有謝謝七號的掌聲鼓勵 對 這裡拍直播時間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自己也記不太清楚 封面是要看什麼 不是他有 欸我記得 國小還是國中的必特 的封面是做那種 我們穿和服的 欸還是是國小的 好像是國小的欸 封面是自己阿 封面是自己 國中的可能是空白 我不知道 提醒大家要倒垃圾 笑死大家倒垃圾的時間又不一樣 每一個人住的地方 垃圾車來的時間都不一樣 謝謝雞腿的玫瑰 幼稚園 幼稚園都沒有封面 幼稚園封面是超可愛的卡通人物 封面是自己 很害羞欸 很害羞 我記得是穿和服還是什麼 好像是國小啦 很猛嗎 但那個比較貴 對啊就是拍那種沙龍罩 然後做成水晶封面 但那個要加錢 好像有問大家想用哪一種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投票 想要做哪一種的 最後就 最後就決定那個 東河喵喵幼稚園畢業紀念冊穿龍袍 哈哈哈哈 好酷喔 哪家幼稚園這麼圍 我幫黃河有告訴一對 沒有經歷過封面是自己的 真的還假的 沒有這只是封面不一樣而已啊 龍袍感覺好帥 我也好想穿成看龍袍喔 感覺很帥氣 穿自己的服裝而已 一般BA紀念冊都是穿一般的衣服啊 但是都會穿自己那個時候覺得最好看的衣服 然後長大後看著覺得 這什麼東西 我怎麼會穿這種衣服拍BA紀念冊 真的真的 很多地方都是龍袍 皇家幼稚園 小明的幼稚園是穿迷你學士服 我記得我們也有欸 我覺得幼稚園的B冊是最可愛的 因為幼稚園就會 小朋友穿什麼都很好看 我記得我們有穿那種 婚紗 白色的婚紗 然後也有穿學士服的 然後還有韓服 跟 韓服 跟什麼 小朋友穿的叫花筒 花筒嗎 對對對 花筒 反正就 幼稚園的BA紀念冊穿超多東西的 然後到 國小國中好像就反而比較沒有 私立的幼稚園 喔對我是讀私立幼稚園 因為我幼稚園只讀半年 只讀半年 而且讀半年都沒長高 103公分 半年後還是103公分 想看Mina的婚紗 可是奶奶剛剛說那是花筒 不是婚紗 幼稚園只有吃香蕉跟水煮蛋 喔對幼稚園都會有那個點心實踐 然後 我剛才講實踐 點心實踐 我記得會吃那個紅蛋 就是 有人生日的時候會吃紅蛋 那時候有紅蛋吃覺得好開心 因為平常都沒有 好容易滿足我小朋友 羽絨晚安 妳在家裡做必測 家裡一堆這種衣服 蛤 憨憨在家做必測 為什麼會自己做必測啊 太酷了吧 憨憨家是做必測的嗎 還是租借服裝的 加蛋 什麼都要加蛋 必測也要加蛋 哈囉浪花兄弟晚安 來看 米蘭幼稚園讀半年 我也不知道 我那時候為什麼幼稚園只讀半年 你太聰明了 你需要讀半年 是嗎 對啊 因為你公立 抽了很多次都沒抽到 我好像有跟粉絲講過 好像是因為學費的關係啦 因為 幼稚園公立的跟實力的學費差很多 但是我沒有抽 因為公立是要用抽籤才可以去讀 那我沒抽到 所以 所以就沒有去讀幼稚園 可是 爸爸媽媽怕我銜接不上 所以才 就是最後半年想說 讓我去上一下幼稚園 這樣 姊姊記很清楚 對 因為我那小時候 在家的時候 爸爸媽媽雖然沒有花錢 讓我去外面上幼稚園 但是有買那種 錄音帶卡帶那種 然後我就 然後家裡也有 姊姊去上學的 學校好像也有發那種 99層發表的 桌墊還是什麼 然後反正我就很喜歡 我每天就是 是桌墊 是電板 電板喔 反正對啊 我沒有去上學 然後我在家就是看著 我記得以前家裡 還有貼一張海報 就是波波波波波的那個 然後每天都看著那個 念波波波波波 還有念99層發表 那哪一天有沒有喜歡 我是老師 你是學生 然後我來教你上課 所以你就會了 因為我是老師 對 所以我去幼稚園 就 就也沒有什麼銜接不上的問題 只是就是 奇怪一下學校的生活這樣 這樣也蠻好的 很懷念電板 以前小時候寫字都很用力 一定要電電板 不然那個紙都會凹過去 謝謝阿兜的love 幾百年沒看到電板這個東西 小朋友都還在用吧 哈囉阿妮晚安 俊 俊要走了嗎 拜拜 謝謝小楓的好運牌 實力超過 而且其實幼稚園也沒幹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爸爸媽媽的決定是對的 而且其實我自己 你不覺得幼稚園是很多爸媽 就可能上班比較繁忙 然後就會把小朋友丟到托兒所 安親班這種 然後或是幼稚園 然後可能到下班再去接小朋友 就是圖一個方便 但是我的話 我是自己在家可以自主學習的話 我覺得上不上幼稚園 左撇子還是右撇子 右撇子 我以前小時候 有一段時間一直在練習 左手寫字 因為就覺得 用左手寫字的人很酷 然後又聽說 聽說左撇子的人比較聰明 想說 什麼呢 我也要練習用左手寫字 然後就努力練習 練習了一陣子之後 有寫得比較穩一點點 但是就是比起右手的字 還是稠很多 所以後來就 後來就作罷了 其實後來發現有一些左撇子的同學 其實也沒有比較聰明 開玩笑的 真的啦 其實 但是我有看過 有人是左右手可以 都可以寫字 我就很羨慕 因為國小的時候 功課很多 功課很多 然後每次 就是可能老師會叫我們 這個課文超五遍當作人 我每次超超覺得收好酸 就覺得如果這時候 我左右手都能用的話 就是不會那麼酸 對 可是我到現在還是沒練成 太難了 發血的時候很好用 發血只需要一半時間 也沒有說省到時間啦 因為你又不可能左右 兩邊同時操 只是手不會那麼酸 羽龍是左撇子 所以沒有比較聰明嗎 但我覺得左撇子的人 思考邏輯可能會更 更不一樣嗎 感覺會有不太一樣的地方吧 可能自己沒有發現 先寫叮噹鼠我來簽了 我來簽了 發血字都越寫越小 因為 手開始痠了 可是我發現 字寫小手更痠耶 左撇子生活有時候不方便 我好像有看過有個影片 就說有很多 對左撇子很 不人性化設計 好像是 說 但我覺得那個影片有點太誇張 就比如說捷運站 的那個B卡 不是都是在右邊嗎 然後一般就是 右手拿著卡 票卡 B好就進去 然後他演的那個人是 用左手B完之後 然後結果他從左邊進不去 就是因為開的是右邊嘛 不然就是這樣 嗯 超卡的 其實也還好 左撇子的人也可以用右手B卡 但那個影片就是 為了凸顯說 桌撇子的人 在生活中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就演的比較誇張一點 但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滑鼠就很不方便 欸對耶 桌撇子的人用滑鼠是 怎麼樣啊 會用左手嗎 還是也用右手滑 跟左撇子的學長吃飯 你們手會打架 那你們就做不同邊的話呢 等一下 你是右撇子 你做右邊 他是左撇子 你做左邊 的話感覺就可以 你們交換一下位子 有左撇子用的滑鼠 可是如果去學校上電腦課 你不能自己還帶滑鼠吧 左撇子彈機他也要練一下 對所以才有一些賣是左撇子用的琴 你就整個反過來 可是那種定制情又會特別貴 又停電了 提醒我時間差不多 左手用滑鼠 左手用滑鼠拿到左邊 左手用滑鼠拿到左邊 可是就是那個按鍵會不習慣 因為你用食指跟那個不一樣 單眼沒有做撇子可以用 但拍照會覺得很不方便嗎 滑鼠可以設定 那感覺好像還好 只是去學校說你要先設定好 謝謝阿兜的Kiss Juju 左撇子很有藝術細胞 有嗎有嗎 那個剛剛那個誰 誰說是左撇子的 羽絨是左撇子 很會畫畫吧 謝謝烏尾狐Kiss Juju 謝謝忠哲 羽絨很會畫畫嗎 還是設計天分 成員裡面有人是左撇子嗎 成員裡面 有嗎 好像沒有 還是我太少看到大家寫字了 好像沒什麼印象誰是左撇子 哈囉米亞晚安 謝謝太空的幸運潮 還有謝謝烏尾狐Kiss Juju 謝謝阿米的玫瑰 還有謝謝忠哲 哈囉陳 高橋先生好久不見 會不會好生疏高橋先生 謝謝偶數爸爸的Juju 謝謝牛肉丸的樂福 你記得我成員是左撇子 你記得我成員是左撇子 誰啊 我忘記了 謝謝阿兜的樂福 看看知道阿力是左撇子 情報收集員 高橋先生 因為高橋先生 這是比較尊敬的感覺 日本人不是都會稱呼那個姓氏 對 聽別人說你很厲害 但你覺得還好 那代表有天分喔 左撇子 我記得以前我們班上有一個 左撇子的女生 她也是 她成績還OK 可是她畫畫也超厲害的 就是她可以 幾秒鐘就畫出一個Q版 真的耶 我認識的左撇子是真的很會畫畫 左撇子 只有滴滴才知道成員 誰是左撇子 喔對耶 簽唱會的時候 有成員是用左手嘛 可是 但簽唱會只有16個人 也看不出來 全部 我這麼好 我這麼慎重都不好意思 搗蛋了 所以你不喜歡被人家稱作高橋先生嗎 那我 那我 那我左撇子 完全不行耶 我完全沒有藝術細胞 連拜八次 中澤敗給 敗給左撇子什麼 陳琳九是左撇子 喔真的喔 這我倒不知道 沒有特別去注意 左撇子的藝人 真的沒有特別注意過耶 只會畫火柴人 我也只會火柴人 耶 右腦可以訓練 右腦可以訓練 有啊快下載 快下載 快下載 大腦訓練的遊戲 謝謝Eric的Kiss Juju 喔 陰路是左撇子是嗎 Juju寫有一集就在練左手 有我看了那一集 我看了那一集 我以前有一段時間有練 但現在很久沒有寫 用左手寫字 所以現在不太會了 換兩個樂器哪沒有藝術細胞 我沒有藝術細胞 我只是苦練的啊 我只是一個 那叫什麼填鴨寺的學習 學樂器也是用填鴨寺的 謝謝阿努娜琪阿努娜琪晚安 爸爸Ig頭天是我畫 你說那個不穿褲子的爸爸嗎 哈嘍又想晚安 謝謝牛肉丸的LOVE 左手寫字就認不出字跡 左手寫字就認不出字跡 不要說認不出字跡 不要說認不出字跡 連字都看不懂是什麼怎麼辦 好啦10點半了 10點半了 差不多要結束了 謝謝阿努娜琪的祈福好運牌 我有唱過下雨的聲音嗎 他想今天要唱什麼歌 哈嘍夜夜晚安 左手寫字小指揮嘿嘿為什麼啊 謝謝點點頭的看好你哦 爸爸到底有多想聽分手快樂 沒唱過這首嗎 謝謝茄子的心情相應 哦筆順 哦筆順 謝謝點點頭 只學想學的 但讀書之後不得已啊 左手撇子學 直笛用左手暗淡吹不出聲音 沒有動啊 原來愛 沒有聽過耶 謝謝叮噹鼠的氣勢啾啾 育翔明天就要錄舞了 真的哦 明天就要錄舞了 那個 要錄舞的話那要 要加油 然後要想 要想咪娜 四個月之後再見 四個月之後再見 但是錄舞之後還是 會有假期可以放吧 謝謝叮噹鼠的Kiss珠珠 你要聽國歌 國歌怎麼好唱啦 爸爸同事以為你有當過兵 爸爸看起來就是很像女兵啊 謝謝阿兜的Kiss珠珠 謝謝太空的鮮花 謝謝太空的鮮花 右撇子是整個手黑 左撇子還只有小拇指黑是嗎 四個月很快的 加油加油 這樣好像要去上班了好喔 拜拜 謝謝叮噹鼠的Love you 好喔 好啦那我來念排名好了 進步到念版 對不起今天超時了 怎麼隨便 每次講一講就很快 時間過得很快 謝謝叮噹鼠的Kiss珠珠 好喔 那我來念排名喔 下次再來唱歌好了 今天有一點晚了 今天來第13名是 Eric 謝謝Eric 剛剛螢幕也太亮了吧 第12名是小楓 謝謝小楓 11名是叮噹鼠 謝謝叮噹鼠 第10名是阿兜 謝謝阿兜 謝謝阿兜 錄舞前一天還頂著光頭去看TTV 真的嗎小明那時候是光頭 還沒特別注意耶 謝謝牛肉丸的好運拍 再分享網路卡一波 我要關一下分享好了 謝謝阿兜的Kiss珠珠珠 那我繼續念喔 第9名是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8名是富偉哥 謝謝富偉哥 第7名是茄子 謝謝茄子 謝謝阿兜的Kiss珠珠 第6名是姊夫 好啊姊夫你把頭貼都換了 好啊 然後還把米粉改掉 好啊 好啊姊夫你這傢伙 下次直接跳過你的排名 第4名是Akira 謝謝Akira 第3名是 偶數爸爸 爸爸在吃什麼漢堡嗎 看起來很好吃 第2名是家豪 已經走的家豪 家豪謝謝 第1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 謝謝大家 好啦那 那現在還有人在直播嗎 有的話你們趕快去看吧 不要那麼辛苦跑來跑去 蛤 排播完全沒聽到 真的還假的 你們沒有聽到排名嗎 謝謝阿兜的LOVE 有8位成員直播好吧 你們趕快去看別人吧 你們趕快去看別人吧 大家晚安 石川晚安 臭阿尼 臭阿尼晚安 還問 羊鼠 謝謝羊鼠的 小羊鼠的 帶大家掰掰囉 奶奶在講電話很大聲啦 我要關直播了 不然你就要聽他們講話 大家晚安 沒有卡號喔 大家晚安 嬌嬌晚安 阿尼晚安 浩浩晚安 浩浩晚安 天天晚安 浩浩晚安 浩浩晚安 田中晚安 Forever晚安 叮噹鼠晚安 中和妙妙晚安 牛肉晚安 掰掰 星期六晚上九點 見 好 掰掰 掰掰